这里是T-Life 是美国国家记录紧急状态的第十天 今天穿的一件是我婆婆在沙滩穿的一件衣服 她去海滨的时候经常戴着这个小帽子 和穿的这个衣服 我婆婆最喜欢的颜色就是蓝色 那昨天傍晚大概六点多的时候 我老公公司的助理给她打电话说 她的姐姐和她儿子生病了 姐姐呢是拉肚子 儿子呢发高烧住在医院里边了 而且她的助理呢 是跟她姐姐儿子住在一个家庭里边 星期三我老公还跟她住在一块上班 至于这种情况 我就打了电话向我家庭医生咨询 那我家庭医生呢建议我们 让我老公在家里隔离七天 让他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用一个卫生间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 那这七天我老公是不是就待在这个房间里面呢 他出来是不是要戴口罩戴手套呢 这个对于美国人来说 是非常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在这呢我几乎有经验的朋友可以到我的留言区 发热你有症状的人 而且有传染病毒的人接触过 他才给你测试 否则的话 他也当时一般发热给你处理 那么这样来说就非常危险了 因为这是个隐形的隐形的隐形的病毒 也就是在你身上你带的病毒十四天 你根本没有反应 或者二十四天 或者四十二天 你像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走过多少的地方 接触过多少人 这也是非常的危险 他也不给你测试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不是说我们想测试就能测试的 你一旦发烧发热有症状的话 那已经是并发症了 那已经就挺迟的 如果这个时候医生不够 医疗设施不够 医药品不够 呼吸气没有 那真的是 就交给上帝了 南阿密地区的一些医生啊 医疗设施是非常紧缺的 现在已经呼吁全社会向医院医生去捐口罩 医生基本上是裸奔上场的 他们没有太多的隔离 是非常让人心疼的 这次呢 真正想感谢我们在佛罗里达的华人华侨 他们把自己存起来的口罩 捐给了麻眠的医院医生来使用 今天早晨呢 他的助理打电话 说他的儿子在医院发的高烧 但是医院没有跟他做测试 他儿子没有接触这个有传染病史的人 所以就不跟他做测试了 现在的政策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而且通过这次疫情将改变我们所有的生活 像我老公已经开始在家里办公了 他们的开会也是通过网络开会 而且这个星期春假完了以后 我的儿子也将在网上收课 所以一切都会改变的 我希望大家做好一辈心 多多地祷告 让神来带你 让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状态 之所以今天我们走的地球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走的太快了 太多了 连地球都受不了 所以一切都要停下来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发现没有一个自然现象 也就是说这几天的天特别的难 特别是晚上 深蓝深蓝的天 星星特别明亮 神说它是没有形象的 这些防御的办法和措施 为我这个老公助理他们的全家姐姐 还有他的儿子祷告 让他们早日康复 也非常谢谢我的家庭医生 这个Tony 王医生 也是我们这个华人社区非常优秀的医生 来帮助我们 告诉我们如何处理防疫 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 让我们没有并发症的朋友 更加紧绝 最好隔离措施 谢谢你 谢谢你 让我们今天的目标 感谢观看